伴哈頓是一個你從早上6點到晚上11點 你隨時在路上都可以同時看到 新裝鼻挺的上班族 跟只穿一件運動內衣遛狗女子的地方 因為我約的地鐵很精彩 因為因為地鐵上面無時無刻都會有一些 吃衛生紙的怪人 什麼東西啊 我們是聽到對面月台有人在叫POLICE 雪莉碰 不稱職YouTuber 哈囉 我是不稱職的雪莉碰 高中好朋友來我家做座第四集 嗨 我是萊燕 就心理學有個詞叫巴南效應 你現在這個人生階段呢 你對未來會有一些方向 那你是一個想要突破的人 但你苦於現狀就是沒有找到突破的點 因為說我們想要自詩 我們自己是窮人的哈佛 那你已經是美國公民 你相較起我們這些臭外國人 去讀書的那個錢已經少了一半以上了吧 其實不是這樣算嗎 對 它其實是算你留在那個週數的時間 一方面我沒有在美國讀書 我也沒有SAT的成績 等於我其實申請的時候 我試用海外學生 International Student的身分去申請的 那是喔 以下這個建議是給 就是有要去國外留學的學生喔 就不管你是不是公民什麼鬼的 你早一點去 因為像我們自己Q你的狀況是 你可以出事 假設你今天來到這個地點 你住進去 然後你收到銀行的帳單 就證明你中間一年都在紐約 你學費節節半 我們學校的學費 跟我之前申請的那個學校的學費 是差一個零喔 我自己是覺得投資報酬力的問題 而且我們的學校還有一個特點是 因為很多職業的人會去念那所學校 所以我們的課都是晚上 那一方面我白天可以上班 另外一方面是 你周遭的這些人都是業界的人 我的同學有紐約很大銀行的HR 有一些人資招募公司的 然後有在各個不同的團體裡面 擔任什麼Developer啊 之類這種角色的 你聽他們在分享 你就會學到聽到一些東西 你有覺得美國的教育下跟台灣 要講教育嗎 或是他們在心理這一塊 對對對對對 你覺得差別 我覺得上課講不講話 這件事情差很多 踴躍度吧 就是他們很敢問那種 你根本就覺得這有什麼好問的問題 就真的很敢問 像統計課 他可以直接舉手跟老師 老師我這個聽不懂 I don't understand 這樣嗎 講完老師再講一遍 他可以再舉手說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it 好勇敢喔 而且老師們其實很習慣這種模式 在這個氛圍下很多老師也會期望 就像我們每一堂課都有10%到20% 是就是class participation 變成你一定要強迫自己講話 因為像台灣 沒有啦 李老師 某一些課啦 當然也有就是師生互動很好課 但是在美國是 你不管這個老師好不好 你都要講話 如果課比較小 只要有十幾個人的班的話 他會看著你說 你有什麼話要講 真的假的啊 我剛看的時候 我是緊張到 就是老師現在在鋪陳這個問題 我知道他等一下問了 我要先把答案寫起來 因為我怕我文法講錯被笑 哦 你好謹慎喔 我要寫一個字一個字寫起來 可是我後來就覺得 OK 我又說那種 在期中考前三個小時說 今天不考了 因為有人跟我抗議 我記得這件信送 我後來還寄了一封信給老師說 老師我覺得你不能這樣 因為他把延後的那個 這個月的內容 他也要加到那次考試裡 我覺得最強的是你直接寄 跟他說我覺得這個超不合理 我太細 然後他直接問我說 Sanx have a good day 我覺得 我那一瞬間我的人生要完掉 你的學期成績有因此受影響 他幫我是學霸人 我也不知道這是台媒文化差異 還是大學跟研究所差異 台灣大學的狀況有一部分是 就是你得念 可是研究所就真的 更個人選擇 所以是你自己願意花這個錢 就跟健身房一樣 你一次交一年年費 你最後不想去你還得去 有錢都講了 對啊 心理學概念 投入的成本越大 你會越KING到這個產業裡面去 所以人會比較積極 但是你說有沒有耍費的同學 當然也有 可是在爭取個人權益 跟個人的學習面上面會比較積極 你是在紐約的曼哈頓上學 紐約文化跟你想像中一樣嗎 有個市有五個區 區跟區之間差超大的 就是因為Quiz的風格就是比較 住宅區跟中國城 所以那邊就很多華人 住宅區就真的很安靜 因為我們家那邊就完全是住宅區 然後每一個就是 像美劇一樣 就自己都有小房子嘛這樣 可是曼哈頓就 很繁華 曼哈頓是一個你從早上6點到晚上11點 你隨時在路上都可以同時看到 西裝筆挺的上班族 跟只穿一件運動內衣 遛狗女子的地方 走在路上 你就會感受到 所有人都是 朋友自己的Lifestyle 就是他就算只穿了一件T恤 都可以走出他的Camp walk 那種感覺 好猛喔 會有很多路上就有人跳舞啊 或是這種 因為我約的地鐵很精彩 因為我約的地鐵上面 無時無刻都會有一些 吃衛生紙的怪人 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 然後會有街頭藝人 就是有些墨西哥人會進來 彈他的手工琴 然後彈吉他 然後他們就進到你這車廂表演完之後 繞一圈他們就走 因為有跳街舞的進來 就拉著那根桿子 然後變成一個旗幟 你知道為什麼 就是 就是這樣 對對對 當然是有一般的 就是來乞討的人這樣 因為紐約地鐵很酷喔 紐約地鐵是就是 他門關起來 在他合起來之前 你只要有辦法手這樣插進去 你就有辦法用一個人的力量停下整個車 是不用很吃力了嗎 是你也做得到的是不是 我也做得到 真的假的 就是硬扒開 每一天都有人在跟捷運打仗 那門又不要不要 可以撞好一點 我之前在台北車站看到人被門在夾住 台北車門夾住是不會動 就是他不會彈開 對對對 就人你會不會就是 正常夾在中間 然後全車人都在看 可是紐約就超習慣 每一天都有人 每一天都有人 好猛喔 所以你就會想說是門又關了又打開 你就心裡就知道 又有人在跟門打架 每一天都有 超好動喔 紐約就是一個 它有很多各式更加的人聚集在這個地方 大融入 對對對 住在那邊是覺得很習慣的嗎 我住的地方其實很安靜 就像民生社區裡面那種氛圍 沒那麼亂嗎 但是市區就是 一開始去的時候當然不覺得 就像時代廣場那邊永遠都很多人 然後各國的人這樣走來走去 就是這麼繁華 可是後來是因為疫情來了 然後後來就社會氛圍又變得有一點點不太對 我覺得你的狀況很特別是 你剛去的時候是 沒事的時候是正常的一個紐約 然後後來COVID開始 大家開始封城啊 開始搞一些歧視啊 紐約最開始 他們的封城是 什麼都不准開 餐廳也通通都不准開 他們是連辦公室直接shut down 他們也不管你有沒有時間transfer 後來就是慢慢開成之後 因為紐約人真的很不怕死 各位朋友 他們就是 你不能強迫我戴口罩 他們的mindset比較像是 是我的呼吸權 對 就是我可以自己 因為我自己的健康而擔心 就是戴口罩這樣 那你不能規定 我沒有戴口罩不能上捷運 而且你知道紐約的狀況是 你只要有東西遮住你的臉 你就是口罩 對對對 他們會用一個布還是什麼 我有看過絲襪的 就是膚色絲襪遮口鼻 後來就開始有一些 你知道 XX的這種 那時候是出門都要帶房門噴霧 我就有看過路上的亞裔情侶被騷擾 然後手機直接被拍掉 我有目睹在車站上面有人被砍 我們是聽到對面月台有人在叫POLICE 然後車子過去沒看到 嗯 車子走了之後那個人已經被壓在地上 然後旁邊已經有個白人女生撥 就是各種 我們那時候剛去的時候還被學姊交代說 就不要站太高進月台 因為有一陣子 紐約流行把亞洲女生推下月台 這什麼 這什麼 所以就很可怕 你隨時就完全就不敢滑手機 但是紐約還是有很棒的地方 所以 就是 通常氣候好 好爛 我就 我有一次是 我要搭車回 回Flushing 就有一個黑人男生就坐在我對面 他原本是問我時間 然後他說試圖要 就是要我電話 然後他就在我坐在我對面打手 他是直接把褲子脫下來的那種 跟台灣一樣就是最靠邊邊的那兩個座位 不是都是一面是靠車廂壁 然後一外面會有一個板子 他是把手搭在那板子上 然後這邊就有他的外套 對 所以坐那邊的人是看不到這裡發生什麼狀況 就是我只能就是滑手機 我假裝我有在聽音樂 身體還要隨著音樂一邊 律動是這樣 就假裝我完全 grooving中 但其實就是 就餘光會看到 但是還好啦 就是在裡面叫那個人 Peace and love 天啊 怎麼可以 行李完事的事情 還可以說 Peace and love 在台灣絕對不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在Dumbo那邊的公園吃披薩 天氣很好啊 很relax 坐在公園的椅子上 那時候還沒有Covid 所以所有人都是你知道 沒戴口罩 吃披薩喝飲料 就有一個 應該是幼稚園老師吧 對的一對小朋友 尾巴就有一個小孩 就都說大概七八歲 跑過來跟我們說就是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片披薩 這輩子不會有人在大安森林公園吃披薩的時候 有人跑過來問你可不可以給我一片 你就會有點傻掉 他就問了大概兩三次 然後我們就一直就是說不要 然後他就說 他可以借我看一眼你的披薩嗎 沒有等我們回答 他就把我們的蓋子打開 拿了一片他就走了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剛剛是被 搶了吧 我們被搶結披薩 對啊 到底要有多荒謬啊 才會有一個人過來說 你可以借我看一眼你的披薩 他就這樣子拿了他的披薩 然後回去 就走了 小孩教學很賺耶 對啊 他有拿到一片披薩喔 欸那你後來那個時候 等於是你上學上到一半 Covid就開始了 然後你就開始 全部work 不是work from Daddy from home 對 那對你整個學習的過程有很大的影響嗎 我覺得溝通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第一方面當然是省錢省時間啦 那溝通的問題就是你跟你的teammate 你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有距離也有人就死不開螢幕 那你就會沒有辦法掌握現在的狀況 我們那時候寫論文 我們是團體論文 我們四個人 有一個因為Covid的關係 失業回老家了 有一個就結婚 所以那一件事情就比較忙 有一個給我確診 所以四個人裡面 身為一個人在做事我超難過 超扯的耶 而且你知道亞洲人是stereotype 我是我們這組唯一一個在跑童擊的人 我還是在算數學啦 會用來 把這個投理 數學 地獄 我們連教童記的教授都是華裔啊 你在美國讀研究所的時候 你還有在特別去做什麼事情 我其實有兩份工作 一份是 比高老師 就是美國就會有一些平台是 教留學生 假設他是non-native speaker 然後遇到那種全英文的 lecturer 他可能會 線上輔助教育品牌 沒錯 都嫁不了 然後就是變成接實心的部分教書 再來就是 是幫一個non-profit organization 他是專門做貧窮國家 他們是去跟你的congress leader 就是你寫信啊 protest啊 那個時候我的工作是HR intern 那主要就是 幫忙設計面試問題 幫忙posting 幫忙行銷這個職位 那時候學到的或是實習的內容 跟你後來的東西像嗎 我覺得算像 但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也是建議就是 在還能做實習的時候 去累積一些title 不然就是假設 我們都是應屆畢業生 你有沒有在實習上有這個title 會決定公司要用誰 比起一個 空白的 小小大學生 哈哈哈哈 就是 其智玩耍 我覺得那段經歷是 有幫助老闆看到我 所以你那時候選實習的時候 你就大概知道 自己是要往HR的這個方向 因為我們系說是工商心理學 但他學的東西其實 最直接的角色就是HR 你剩下的role 有一些台灣真的幾乎沒有 有一些什麼 culture developer 專門做文化 我們原本叫coaching 那這個coaching 你沒有混成senior 基本上你不用想做coaching 所以就是除了文化面有考量之外 這個title的有用度 我那時候是有考慮 我要放什麼東西在我畢業後的履歷裡面 還有有策略了 不然拿什麼去跟人家比啊 學歷比不過人家 大學都在玩 你為什麼沒有想要留在美國啊 我頭也不會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那個氛圍 還有一方面是因為英文的關係 就是我們現在做招募 在美國其實是有筆試鏈的 你英文都沒有辦法說得很好的狀況 雖然我現在的工作也每天都在用英文 可是對方對你的期待是他來台灣 可是你在那邊他不會理你一個 就是non-relief speaker 所以你就覺得在那個市場下 你找到一個合理的機會可能不高 剛好這個角色又比較需要這樣的 溝通能力 因為我自己在背面試的時候 其實我會預告那種很爛很爛的 請教一下您父母是做什麼樣的工作 我就說從商 然後他們就說 可以再講個具體明確一點嗎 我心裡想說我現在在美國 我就告到你親家當 Lincoln跟104都是求知平台 但兩個東西要注意的地方就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可以給大家一些建議這樣 那時候面那個Q尼有什麼比較特別的過程嗎 Q尼還好 我要講我面另外一間 就後來有上了那時候 他就有一個東西是英文測驗 那個監考官是一個印度人 他從頭到尾 我沒有一個字是聽得懂的 真假好尷尬 然後就口音真的太重 然後你聽不懂之外 他還一直叹氣 就你也一直說 Excuse me can you say that again I didn't understand Can you just like rephrase 然後他就 我想說媽誰英文差啊 我超氣 我說真的 我之前也真是遇過一個印度人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一直請他再重複講一次 我也很不好意思 但是他嘆我氣 我就沒有 我就變成有點生氣 我覺得紐約的行人有一點太囂張 就是他有一點仗著 他是行人 我一直跟我研究所的朋友過馬路 然後明明就是我們唱紅燈喔 他就盯著那個司機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希望假設他把我撞死了 那個司機 看到的最後也是我的眼睛 麥克思維的怪物 我跟他拼了的那種感覺 好可怕喔